你来干嘛 简阳 你干什么 我去你 大人 你 你放开 笑点声 等一下我回去跟你说 不是 你喝酒了 你是真的跟陆思诚好了 好什么好啊 他直播的时候不是都解释清楚了吗 你不会就因为这件事 打车穿过大半个深圳吧 如果你是来八卦的话 你现在可以叫个滴滴走了 慢走不送啊 那他为什么在直播间里 说那些阿玫的话带节奏啊 现在整个专组都在说你们 说什么 你们在一起了 我每次感觉看到这些我都要疯了 那是队友开玩笑 再说了 关你什么事啊 简阳 我觉得我之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说清楚什么了 咱们俩 算了 真的 之前那段时间不是挺好的吗 你打你的职业 我上我的学 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怎么我一打职业你又来劲了呢 我不是来劲 那你 也得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吧 那 之前骗你是我不对 我也是害怕你多想我才不敢告诉你的 我是真的什么都没做 喝醉以后我就直接回去了 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问好一来他们 我干嘛要去问他们呀 再说了 一般的情节不都是酒后乱性吗 那电视剧里不都是骗人的吗 喝醉料哪还有力气做别的 喝醉了 一个来自不知名路人的举报 贵队中单 月轨早恋 恳请队长出击 将其就地正罚 OPL是梦想之地 绝不鼓喜仰间 他们抱上了 我瞧 这是温者心痛 清扯流泪呀 跟你去干嘛 买糖去 有遗传病是爱吃糖 买回来看 好 瑶瑶 大猪 童羊 我叫童羊 童羊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我真的不是有意伤害你的 之前你不打职业你不了解 现在你也在这个行业里 该知道有多不容易 生活暴露在粉丝和媒体的眼皮底下 想要保护好喜欢的人 真的很难 我之前不愿意把你暴露在粉丝的面前 是怕他们伤害你 瑶瑶 我赏你 我太赏你了 我做梦都希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一起去总决赛 你就在台下看着我 当我碰见那个奖杯的时候 我就会跟你求婚的 简阳 你还不明白吗 现在我可以自己的 诚哥 买糖 没带钱 给钱给我回去给你 现在不都用支付宝吗 有有有 给 对了 你们弹琴摔爱我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 再客观陈述一下事实 第一 总决赛这矮子确实要去 不过呢 他是自己要打比赛 估计没空坐在赛场下 看你们战队比赛 第二 今年的奖杯上 已经刻好了ZGDX的名字 皮肤我想腰糊 谢谢 我说完了 你们继续 所以你来找我 到底想要说什么 是不是 如果一开始我没有打职业的话 我们就会一直在一起 简阳 你还不明白吗 不是因为你打职业 导致我们两个关系的终结 是我自己 从一开始 你就没有把我当成 可以与你并肩同行的人 或是同一位置上的人 你有你的梦想 我也有我的目标 根本无法步调一致 所以简阳 我们不合适 我们哪里不合适了 瑶瑶我们一切 不是挺好的吗 简阳 今天就先这样吧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基地吧 你这样子给粉丝看到也不好 走吧 那我们现在算什么 朋友 那如果还是朋友的话 你先帮我放出来 什么 黑敏丹 好了 不过如果你以后 还是要说奇奇怪怪的话 我还是要把你加入黑名单 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什么求复合 看着你发光发热之类的 好 那既然下一秒就是朋友了 就最后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